大家好 和大家試一試iPad Pro 10.5的鍵盤 今次這個鍵盤 其實鍵盤很適中 為了大家打字 其實和一般的鍵盤的質感很接近 由於我現在只有一個手 所以只可以打些不知道什麼字的字 另外如果大家切換輸入法的時候 按這個地球就可以切換到 可以不斷按 或者按上下左右去選擇 這個鍵盤其實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譬如大家想打錯字 走回前面 以及刪除文字的時候 其實速度都會很慢的 試多一次給大家看看 變成大家的工作效率就會相應降低了 其實 感謝大家收看